學校期間桃園機場每天入宿進旅客 都好多國人出國玩 外國人來台灣玩 交通部一開始喊出 2024訪台旅客目標1200萬 後來一度下修 但半年過去了截至7月底 只有430萬人 今年能不能保住1000萬 還是未知數 因為04 03地震 那還有包括中共的軍演 以及最近的這個颱風 那確實有很多的國際旅客 誤以為台灣現在還是災後的一個狀況 所以有很多的旅行團 或者是甚至郵輪 靠港到花蓮都有取消的這個狀況 那所以對於我們目前要達到1000萬 確實是有一些挑戰 還是以1000萬的目標來努力 拼桿光吸引國際旅客 交通部寄出優惠 包含台灣機票買二送一 或買三送一 以及高鐵票買一送一 刺激性做法具體來說怎麼做 以2019第二季第三季 官網署針對香港推出的機票 買三送一活動來看 香港人只要一年內來台灣三次 就可以免費兌換一張來台機票 吸引旅客重遊寶島 假如今年年底能超過到600萬 收記失敗的話就要排排一丑放煙火了 這個不是辦法了 這個月補助完了下個月怎麼辦 外國人會為了那樣機票 來到你台灣住宿 你台灣的住宿費這麼高的情況之下 他算一算他也不划算 那你來的一次 泰魯閣還是泰魯閣阿里山還是阿里山 優惠的吸引的狀態 收記失敗萬 我對效果應該不大了 政策還沒具體化 但旅行業者不樂觀 強調釋出交通力多 不如升級國內景點 否則怎麼吸引旅客一來再來 明天喜歡孟正美 譚君豪 廖松芸 台北報導